本土确诊个案在今天正式的跨过万例大关 来到了11353例 而在中重症患者的部分也增加了27个人 当中有两个人不幸死亡 而卫福部也估算了 到了4日30号 本土单日确诊案例 大约会落在1万到1.8万例之间 而最有可能就是落在1.3万例 到了5日5号 最高更可能会来到3.7万人确诊 这是否代表台湾的本土疫情 正朝向高峰迈进 据官呈众认为 目前的确是成长期 不可避免的是 每天这个个案数的确是会在增加 它更坦言了 现在的确诊数可能是被低估的状况 本土确诊数在28号这天首度突破万例 共新增11353人确诊 中重症患者也增加27人 当中有两人死亡 而早在记者会前 网络上就传出本土新增1.3万人确诊 这也让指挥官陈时中提醒 近来每天都有人转传不正确的确诊数字 这恐怕会判处最高三年有期徒刑 或病科300万元罚金 但外界依旧质疑 实际确诊量高于中央公布的数字 难道现在还有校正回归的状况 那现在的阳性率是5% 就在跟检验的量能的伯仲之间 有可能会被低估 有这样的可能性 陈时中坦言确诊数确实可能会被低估 而卫福部则估算 4月30号本土单日确诊案例 大约会在1万到1.8万例之间 这有可能落在1.3万例 5月5号最高更可能会达到3.7万人确诊 不过2.6万例的几率比较大 这是否代表台湾正朝着疫情高峰迈进 现在就是在成长期这是一定可以确定的 换句话说每天的病例数 一定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成长 这个是不可免的 是未来的这1周到2周就有可能 高峰大概是会到5万到10万左右 可能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数字 当然这是已经要根据我们的一个筛检的量 究竟疫情高点会有多少人确诊 专家有不同答案 而五一廉价母亲节在即 势必会提高防疫危机 黄高峰医师建议唱KTV还有八大等场所少去 密闭一根不特定对象碰面 人多的地方要避免 接下来母亲节家人一起吃饭没关系 在外用餐也行 但其他人潮聚集的活动还是先不要 在迈向和病毒共存的路上 防疫程度该怎么抓 各有不同看法 接纵报告